20号做一个周评啊 也是回顾 把这个图标先放在这 上周呢 我做完那个频道之后呢 说实话没复盘 没怎么听我做的 但是呢 应该有一条主线 就是说在这周呢 不要继续的恐慌 应该尝试性的开始做多 并且呢 我也是那么开始做的 开始做的呢 我自己的结果呢 就是说 相对还是不错的 因为呢 在周五 周四三二 五四三二 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阳线 这个阳线呢 也是那个科技板块 所有的移动啊 很多是 有些可能都达到了 超过百分之五的那个 很多的 所以 如果要是码的价格 都是不错的话呢 有个反抽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但是很多人呢 可能被币 盯盘盯的那么细 或者是要赠这笔钱 然后今天我想说一下 这个股指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看的是S&P500啊 我总是看错股指说的 这个股指说的那个 咱们还要看那个刀君子啊 刀君子 虽然这个礼拜二那天起了一根 但是今天一看 这礼拜四我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这个 出现了一个这个呢 从这个 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 十字星嘛 或者是一个运线 或者是一个横盘 这其实慢慢的要走一走 偏向于三角形的一个整理啊 这块已经不知道能 大家如果有经验的去看能看上 这是一个三角形 嗯 因为做这个节目呢 说实话 做到今天呢 做的期数也比较多了 基本上呢 没有传递什么东西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盘面的总结 也是给自己复盘看的啊 就是给自己起到了一个记录的 一个一个一个作用 然后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这个 记录笔记呢 他不也可以下 公开一下 这是我之前画的一些线啊 看这些线呢 其实我今天也是礼拜六啊 今天礼拜六上午 快中午了吧 这人啊 十二点 十二 哎呦 神奇数字啊 1212时候神奇数字 那就说明这 这一期可能会说点挺 挺神奇的事啊 善总的我说他跌到这了 你看这个 二 一啊 四五啊 我觉得还行是吧 如果看那写率 现在有一个事 站在这个图上 简单的比喽比喽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图简单比喽 我就不在这画 就是在这一走呢 在这一走 底线或者是什么呢 然后越看大的越没事 其实啊 就是看小的时候呢 你看这好像有个 这一点和这一点 因为我连个线 好像有上轨的一些率 跌 跌破 跌破了 这回反抽呢 其实又好像 反抽到这个 下轨了 上升通道的下轨 受阻又回落 技术旁边语言就应该是这 受阻回落 在什么位置呢 在上升轨道 前期上升轨道 下轨 但是这两天呢 其实 在美国呢 也出来这种讨论的声音了 就是说 现在是一个resection呢 还是一个beginning resection就是一个调整 中期的一个调整 还是一个beginning 就是可能是要开始 才刚开始要fall fall down 这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现在其实这些金融主流的 专家在这也是扯来扯去 这市场之魅力啊 因为不可能有人跟你说的 特别的那个明确 如果都形成一致的思维和行动了 就没有股市啊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 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一期 想说是什么呢 我现在对他的判断是 他就是一个resection resection就是resection 修复的一个所谓的pull back 就是回拉之后还得向上走 因为如果大家总看我节目的时候 我其实在前期这时候 我是比较谨慎的 我说10月份有个窗口 过了10月份 再说 并且我认为呢 不会太大的幅度的调整 还是要是放上走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说呢 首先我说10月份 是个敏感的时间窗口 这个件事呢 是发生了 因为今天是10月20号 好在还没有 还有一周的时间啊 即便他横爬也就是一周 第二呢 就是说是说不对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说是我认为 他还会继续往上走的 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说是 邪律不应该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他即便跌破了这个上升轨道的 就像前这几根线的这种邪律啊 现在好像上不去这个邪律了 现在已经啊 不知道大家能看的 上不去这些 上不去这些 我估计他就是需要个时间 时间我之间也说了 10月份是比较关键的 实际10月份会有调整 10月份会有调整 10月份调整下来之后呢 我这个时间窗口 他既然发生了 也就自然就关闭了 关闭了之后 会出现什么事呢 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 10月份之后呢 可能到年底之前呢 就是行情呢 都是比较不错了 都会震荡向上 震荡向上 震荡向上呢 之后是不是能发现一个大的阻声浪呢 我前期挺乐观的 说这是一个大阻声浪 多大阻声浪 多大阻声浪 这不看 就要在这看 这阻声浪就太大了 这其实创新高了 一浪 二浪 三浪 咱就简单看 这个分 就叫什么 分浪 brunch 就下来以后啊 就走了一个一浪 二浪 二浪条可以把一浪都跌没 其实啊 我就跟大家说 二浪条 调到两万五都是客气的 调到两万四不就完了 其实我之前也说了 两万四千点 就是美国当时 在两万四就横了好长时间 我也始终在说 两万四千点 就是一个价值估值点 不是那么偶然形成的 是从January 而不是January July 就七月份 这一直叫February 二月七月小半年的时间 都是其实围绕 两万四进行讨论的空间 走到现在选 选择向上了 你可以再跌回来两万四 都没所备 但是看现在的局势呢 它不准备跌 我跟大家说 没有那么悲观 看现在的局势呢 这个空头不准备杀 不准备杀 虽然现在很乱 过后我可以再说说啊 虽然它很乱 说很乱 说先说一点 乱乱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中国股市创新低 连连续创新低 其实前期做过一个中国股市 让大家远离 中国股市的 这个节目说了一下 这图形如果不是 从左下 往右上 那么走的啊 大家看好了啊 从这 往这走的这图形 如果是 这么 这么走完 就往下走的 这种图形 这种图形 就是 就在市场 可以关门了 因为你这个 白眼一看 你都不是 从屏幕 左下角 往左上角 走 像咱那个 走在这 可能就开始走 然后现在甚至于就是从 从左上 往右下 走 那种感觉 那种市场 就是没有什么 那就不叫资本市场了 资本市场 你融资 你给人钱 你用人钱 你给人钱 你都给不了人钱 你股指天天还创新低 然后你还融的资 那些所谓的投资的 当然不排除有人 就像我在中国市场里 什么点位 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进去 都可以出来赚到钱 当然这种人是很少的 但是这种人在哪 他才能赚到钱 但是绝大多数人 甚至于 把这些人屏蔽掉之后 绝大多数人 他不都是属于投资 加一些所谓的 短线博弈的东西 所以你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是这个 比如你存银行 给你是复利 不是那个复利增长的 就是复息 你要交管理费 就是说 你存100块钱 一年让你交10块 你就这个比例 你说谁会存 他不可能存 是不是 咱就说 然后你这个比例呢 有的时候还增大 告诉你今年是 收你10块钱 明年收50 后年收100 那谁存你的钱 一样 所以这个 中国市场 就以前也说资本市场 和这个都是蓄水池 存人民币的 你存人民币 你不给人的利息 本来公司就没红利 然后你没事还跌得那么厉害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 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 只是一个就是 博弈的一个多杀多 或者是 跟主力博弈的 那么一个盘口 它就是一个存盘口 盘口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把牌 算一把牌的 就是这么回事 叫盘口语言 然后但是你要看美国这股市 你现在两万五 我认为它这回跌 它下 就投一次击破的 在两万五之后 击破的出现了反盘 美国其实这有一特点 它一般都要形成一个小双底 包括这个也是 我认为这个呢 也是 它现在虽然是 我看我那图 我虽然是现在开始走 虽然是看个小时图给大家 这一底 它现在我就说 它走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我估计下下走啊 就是下走啊 不是下下走 是下走 这三角形就面临着 因为整理的突破 它向上可能形成双头再下了 或者是它更复杂一点 我认为这倒没所谓 但是它大家记好 它有再往下走 建立双底的这个概率 并且这个概率是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呢 就说是 一说到这时候呢 大家就说怎么去理解呢 包括我说大家的时候 就说我怎么去理解这件事 其实我是书以自己听 我怎么去理解这件事 因为现在纳斯达克 现在有很多股票 已经又跌过20%了 甚至25%30%了都有 前期其实就出现过这一次 这已经几次的 反复的往下扛这个事情了 现在就应该建成 建成以后 你手里会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下面继续往下跌底 就说小双底起 或者甚至于击破它 有一种情况 你手里的股票没动 甚至于不往下走 往上走 这种股票就要关注一下 要好好的做一下 这种股票 我认为很多像我说的 以前道琼斯里的 有些股票 现在很大的概率 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都跟大家说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大家要是理解到位了 那时候建道琼斯 它就会出现这样 如果你是纳斯达克刚开始调的 有可能再往下走 你可能还会迎来一波新的下跌 但是迎来一波新的下跌 对你所谓的进场机会 又是一个大大的提升 但是没有确定 所以我就想说是什么呢 你无非是两种情况 我手里 第一种就是继续 随着股指往下走 我的这个个股 就是说是股价继续往下跌 第二种就可以慢慢盘升了 就是这两种慢慢盘升的 要记住后面的机会 可能要不错一点 继续往下跌的也要看 如果是好的公司 还要继续加仓 所以在前期这块 我说大家一定要控制好仓位 从这一块开始控制好仓位 我现在在这块的仓位 也是半仓 其实我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给我自己往下跌 还是寻找了半仓的加仓的机会 虽然这种情况不多 我认为啊 但是没有在市场里 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概率 因为概率本身就是概率 它又没有准确度 你又没有赔率 所以你光说对概率 就没多大意义 所以我今天说 给我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手里的股票 第一要积极的一面 要体现出来 不管它是跌还是往上涨 都要积极的一面 跌的时候 如果在前期一些牛市的 现在一些领头品种啊 如果往下跌的话 一定要咬牙买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机会不太多啊 最终呢 其实比较乱 川普呢 也预言一些新的挑战 现在也是一个竞选的时间 在美国都是那个 Voter啊 就是开始大家选票了 除了啊 除了我啊 所以这个期间呢 我认为呢 让它跌跌 消化一下十月份 这个窗口 是还是不错的啊 太大的风险 没有啊 但是记住 我跟大家说的 即便它往下走 一个不好的 到两万四 到两万四 又是一个大机会 而且是不错的 但是你那么想 它会吗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先看两万五 咱先别看两万四 两万五 这是瞬间秒拨盘中 就有一波反头 所以我认为它如果第二次 如果敢再破到两万五 反头比第一次还要大 这就是市场啊 今天就先说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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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